各位觀眾 2023年 哲瑞Jerry頻道 繼續與美麗達 雪啦 我的新車來了 今天這一集就來跟大家分享開箱一下 我在今年2023年拿了什麼樣的車款 以及我的車子 搭載了什麼樣的一些配備系統 來跟大家一一深度的開箱介紹一下 沒錯 今天這一集就是 用千新車啦 2 2 2 3 4 4 8 7 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错,这次我的车架呢选用的是新斯特拉 也就是最新的一代 那这次的涂装可以看到 也是我们自己客制设计而成的 所以这台车应该是目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款 但如果接下来大家觉得这款车系很好看 或许有机会我们可以跟每一达谈谈看 开一个联名车款的团购优惠 这个后面再讨论啦 所以我们的车子呢就选用新斯特拉 那我这台的车子的级别呢 是CF5的斯特拉9000 有没有看到这个涂装配色 没错,它就是非常的海洋气息的这种蓝色渲染出来 跟我的上一台蓝色车系呢 可以说是更跳一个档次的往上 在路上看到这样的车子 没错,不要想了,就是我 那这些前叉 或者是后叉的一些细节地方 他们还是有帮我贴心的加上Jerry的logo 那我这台车的等级呢跟Tim版一样 是CF5的一级碳纤维车架 所以整体的车子呢 它在车架的重量上 我记得应该是七八百克 不是到真的很轻 但是我觉得在偷轻上也不会说到非常困难 就可以达到大概七公斤上下的公斤数 那这次我们的轮主呢 因为这台车子的设定就是拿来爬山 所以越轻浪越好 所以我一样是把之前我的Vision Metron 30SL 直接沿用到了这台新车上 一样是30框高 然后搭配的是贝安宁的轮胎 所以这个整体的设计啊 可以让我在爬坡的时候可以更轻量 那这支传动系统呢 我一样是选用了Humano Artegra 12速的这个级别 那在飞轮上面 我们特别把它换成加大的34尺的飞轮 让我在骑五岭或是大三的时候 在后面真的没力的时候 多两三片的这种小尺片 可以让我再轻一点往上推进几下 讲完后面的传动系统之后 我们就沿到前面 前面这次呢在功率的部分 我是选用了这个Rota的Twin Power的双腿功率腿组 所以这个双腿功率腿组呢 就可以提供我很精准的这个功率误差 官方是宣称啦 大概可以小于1.5%的这个准确度 所以其实准确度上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但我觉得功率这种东西本来就 各家品牌都会有一些些些微的误差啦 那我自己的话会习惯就是参考 我平常的每次骑乘数据 然后来做一个量化 就不要说我的250跟你的250比 或许会有一些差异 但如果我的250跟我自己的240比 这个就有参考价值 那延伸看到的大盘的部分 一样是选用ROTA自家的 但这次因为毕竟是爬坡车款 然后我自己就是你知道有点搞怪 想要来一些不一样的 所以就在大盘的部分 就是尝试使用了椭圆盘 ROTA的椭圆盘呢 应该也算是蛮早就已经很出名的一个品牌 有制作椭圆盘 那在这个椭圆盘的选择上 这次会选择是因为其实 之前就很常听到一些车友分享 在骑椭圆盘的时候 它有一些出力点 在椭圆盘的设计上 不会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 持续性的用力嘛 就是你会感觉有一点点的地方 可以用椭圆盘的这个外形 来稍微帮你省一点点力气 那我个人是 因为刚拿到车子不久 所以可能要骑一段时间 才可以跟大家分享椭圆盘的心得 但我在外骑一两次之后 就可以感觉到这个踩踏的节奏 跟原本的圆盘 是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至于很多人一定很好奇 也很担心的 就是椭圆盘很容易掉链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 我这次12速的这个椭圆盘 到现在已经骑了 应该有两到三周以上 超过10次的骑程 是还没有发生烙链的情形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算是 让我还蛮安心的 对于在使用之前 很多人有这种烙链疑虑来说 我个人是觉得目前 还没有任何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就选用ROTA的 双腿功率腿组 还有椭圆大盘 53.4的持笔 来当作我这次传统系统的前面部分 可是你也骑的还不够吧 好 我多骑一下看后面老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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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支椅墊呢 我也跟另外一台瑞克多一起都換成了這個Cellitale的SLR碳纖維做工的椅墊 那我前陣子是跟另外一個職業選手借用他的車子來稍微試乘一下這張坐墊 整體覺得 我的屁股非常貼合耶 所以在這次新車上就決定要全部都把它換成這張椅墊 坐起來真的是非常舒適服貼 但我覺得坐墊這種東西還是非常看個人 那只是我個人的屁型對於這種短B 然後稍微寬一點點的這種做工我覺得是非常合適 當然大家還是要稍微去試坐之後再選擇適合你自己的椅墊 但是把手的部分呢 在美麗達車系當中只要是斯特拉9000級別以上 就是你只要搭載的是一級碳纖維車架 它就會附贈的就是一體靶 那原廠的這個Team SL一體靶也可以在輕量上得到一個很好的頭輕 而且它的整合碼錶座的系統看起來非常簡別 那這台車呢 我搭載使用的是Garmin H8040的車錶 簡單來講 就是我的整車呢 都是搭載這個 Shimano Artegra 12速的電變系統 那在前面大盤的部分呢 換成Rotor的Twin Power雙腿功率腿組 那在齒片的部分 特別把它選用了這個橢圓盤的設計 讓我來爬破的時候可以再更加輕鬆一點 那除了剛剛那些之外 其實我在一些車上的小細節 也希望可以達到偷輕的效果 所以其實這個坐墊也非常輕量 我印象中才129克嗎 就是重量很輕 然後在水壺架的部分 也選用了TOPIC的只有15克的這個水壺架 所以整車的重量 在我現在這樣的二級變速的配置之下 全車重 秤起來大約是7.4公斤 所以其實整體這樣的重量 我覺得相當滿意 以我現在的級別來說 騎這樣的車子已經可以感覺 車子帶給我非常好 很輕快的感覺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到戶外 實際騎車一段 我們到夾場 請看一下 烈壁兩國小弟 您在看 在這兩國小弟 您有壹個不足夠的 可以看 到這裏面 可以看 第二次了 鏡子和一國小弟 您可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